回来就掉汤 有肉吧? 有肉啊? 有一点儿 先煮熬再说吧 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做一个牛肉面 买了一根牛大骨 把它熬了汤 铁还挺干的 买这根牛蝎子花了80块钱 老板说把这个牛骨髓 能给炖出来 试试看能不能炖下来 把牛骨髓给拉断了 估计是取不出来了 那就这样吧 直接把它剔成块儿算了 把这个牛大骨从中间掰开 把这个牛骨髓给拽出来了 把这点牛骨髓先冻起来 以后烤肉的时候 把它烤着吃 这个骨头上的肉基本上都已经剔得差不多了 几乎没什么肉 我买了2斤的牛腿肉 一会儿掉汤的时候一起煮进去 把这个牛大骨焯一下水 这个葱味这头能塞得比较昂 准备点香料 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 花椒适当的稍微多放一点 一会儿掉汤的时候放进去 料盒太小了 准备了一块儿的纱布 把它包起来 牛骨头焯透水以后了,把它捞出来 把上面的浮沫冲洗一下 萝卜汤 哎哟,火 把骨头冲洗干净以后了,把它放到水里边开始吊汤 把这块牛肉一起煮进去 汤里边放个大葱、大姜、料包放进去 加入点白酒去腥 这个牛腿肉已经煮了一个小时了 就可以出锅了,把它放凉 一会儿就切薄片 汤就一直熬着吧 最起码也得熬个两三个小时 这样它汤的香味才能熬出来 牛肉汤已经炖了三个小时了 现在我把煮好的牛肉切一下 把它切成薄片 现在是下午6点半 这个汤已经熬了三个半小时了 现在把它调一下味儿,上一下颜色 汤里边调一下生抽 加点老抽进去 调入胡椒粉 胡椒粉可以适当的多一点 调入盐 让它汤有点咸味儿 来点鸽子 牛肉面来吧 现在烧上水了,一会儿水开以后准备煮面 四颜色 哎呀,很大锅 我这个大碗昂 人家的还是真香 不合放这么多啊 一碗蒜 你先喝口多,我先吃面 再吃一会儿了 吃饭了,吊脏哩 给你聊点吧,我肯了 剪一碗,你买 有鸿馅吧? 有 不,放一碗,放一碗 这来一碗蒜,吃了就吃蒜 牛肉面就是这个味儿 是吧 白瓣,口水一碗干菜呗 五碗蒜 没有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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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好吃